這也是澳門 聯想到的第一個印象 就是博弈事業 但其實澳門還有另一個風貌 澳門本地 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藝術家 音樂團體 打造澳門藝術節 和音樂節的文化慶典 還有12月初登場的 幻彩大巡遊 以澳門拉丁城區為主軸的 藝術大巡遊活動 邀請來自世界各地不同表演隊伍 以及本地演藝團體參與 以採接的方式 穿梭在澳門歷史城區的大街小巷 今年則是以巡寶為主題 勇闖澳門三大神秘領域 澳門靠博弈 觀光旅遊撐起經濟 現在還要透過節慶 文化 以及體育運動 全力打造澳門成為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記者澳門 東可報導